梦中的傅明华追问陆长燕 陆长燕对他逼得更凶了 态度也生疏冷漠 最终不知是不是内疚 告诉他陆怀朗死了 死在了回洛阳的途中 他不说因为什么死的 可是傅明华却不甘心 他曾让江嬷嬷查询过 可是陆长远应该是 察觉到了他的举动 对他管控严格 陆怀朗死了 他与陆长燕感情不和 在陆长燕眼中 逼他如洪水猛兽 活在陆家处处受制 梦中的傅明华写了书信 交给江嬷嬷 请他带回江州 最后不过二十三四岁 便郁郁而终 只是死归死了 那种不甘与绝望 却流了下来 傅明华从小做这样的梦 心里对于谢氏 有种本能的抵触 与不喜 他能长到如今 从小看到梦里的事 使他不肯轻易相信任何人 陆家有事情瞒着他 陆怀朗死得不明不白的 他想要为另一个他 找出缘由来 因此 在燕锥问起他贺元肾时 他却向他推荐起陆长燕 燕锥此人性情谨慎 梦里的他野心勃勃 却没有收陆长燕到门下 这一点实在不可思议 陆长燕后期时 与燕锥并不亲近 照理来说 他是隆西太守姚幻智推荐 姚幻智与燕锥恩师姚氏之间 又是同族关系 有这样的原因 燕锥却不用有才的陆长燕 必定就是因为 燕锥查出了陆长燕的底细 所以 傅明华想借燕锥的手查陆长燕 心里笃定 他最后必有收获 否则这个阴险狡诈的狐狸 不可能放过陆长燕 如今看来 燕锥果然寂静 原来是陆长燕 与前朝余孽有关系 当真无意 燕锥看他眼中似是忧郁 手指不由轻轻摩缩 那沙罗原本就细腻非凡 傅明华的肌肤光滑 清擦之下 使燕锥的手指 产生一种酥麻的感觉 从指尖处 穿进他心里 殿下到底想要问什么 傅明华看了远处的姜默默等人一眼 他们侧转了身 望着外头 在发现燕锥之后 几人便盯着楼下 深怕有人前来撞见 他自己也不由涌出一种 他自己好像与燕锥 偷偷摸摸的感觉 顿时气一泄 又将声音压低了 殿下别问 傅明华还没说原因 燕锥就微笑着将手放开 好 你说不问便不问了 傅明华脸色轻一阵 白一阵 他不喜欢燕锥这样子 这使他有些摸不透 他心里的想法 不要这样 他低声要求 燕锥又点头 嗯 好 傅明华神色之中 似是有些不知所措 又像是有些不安 燕锥看着看着 突然就觉得 有些不然了 月娘 不要担忧 我并不会伤害你 他放开手 看傅明华 仍是冷静的模样 伸了手指 碰了碰他的下巴 他仰头别开 燕锥就到 你说是便是 你说不问便不问 还要怎么做 你得教我才成啊 他的声音 放得很温柔 傅明华转过头来看他 就见他似是眼神真诚 凤明华看了他半声 殿下 陆长元的气势 有问题 燕锥听了这话 神色阴暗 却笑出了声 你宁愿与我谈陆长元吗 他宁愿选择谈不想谈的话 却偏偏不肯教他 该如何让他能接受 燕锥微笑着 目光落在桌上 笑容令人有些毛骨悚然 不过 他的性格 却不是这样轻易 就会放弃的 傅明华不想理睬他 恐怕是不成的 月娘 我不想谈陆长元 他算什么东西 也配你特意提起 六月十五 母妃举办赏花宴 我得了几匹孔雀罗 到时送到你府里 燕锥看他要说话 侧头望了一眼窗外 我该走了 傅明华愣了一下 就见他站起身来 看了他一眼 最终 转身走人 姜嬷嬷等人 跪着等他下了楼 起身之后 站了一会儿 娘子 桑皇子 怎么在此处啊 他想起 燕锥说特地前来 此时自然不可能 实话实说的 想了想就到 他之前 约了人在此处 姜嬷嬷一听这话 果然便不再问了 转而说道 之前 与姓陆的人 是并不是了 高慎 高大人 傅明华轻硬了一声 转头 眼角余光却看到 下方 魏国公府的马车 停在了望江阁下 他想起 之前烟锥匆匆离开 恐怕 是与他见到了 魏国公府的马车有关系 这个人 心思实在是太深 与傅明华聊天的同时 将他逼得方寸大乱 还有余力 关注外面 姜嬷嬷显然也发现了 不由就到 三皇子走得倒是巧啊 大家都知道 他是不是巧 傅明华笑了笑 不出声了 魏国公府的马车上 下来了几个人 除了马车中下来的 魏国公府几位小娘子之外 还有一位柔弱的小娘子 也随同马车下来 那位小娘子低垂着头 看不清脸 不过 应该不是魏国公府的人 下方的人像是察觉到了楼上傅明华的住室 贺大娘子抬起头来 宠她挥手 傅明华笑了笑 也抬起了手来 贺大娘子抿了嘴就笑 上来之后 他们带着一位有些羞涩的小娘子 躲到了卫抚娘子们的背后 元娘 你来得到早 楼下接二连三 有马车停靠 傅明华听贺大娘子这样说 不由就看了她身后一眼 这位是 哦 这是钱妹妹 前些日子才来洛阳 这位钱氏显然是十分怕生 听贺大娘子提起她 才上前见了一礼 声音如蚊虫似的清晰 她对于人多 十分的不自在 额角有汗珠出来了 一副妾生生的模样 十分惹人恋爱 贺大娘子见了 便勉强笑道 不如书娘带前妹妹下去走走 贺二娘子也不耐烦 但却勉强硬了 等他们一走 贺大娘子便贴了嘴 有些不屑的道 这位前世啊 简直就像是小娘养的 性子小的 跟鼠胆似的 旁人咳嗽一声 她也要躲半天 她一脸的不耐之色 傅明华便微笑着 听她抱怨 哎呀 她是我母亲未嫁时 手帕娇的庶女 那位太太 是定远将军之女 可惜好景不长 王将军战死 嫁到中落之后 这位长辈啊 嫁了朝寝郎 前世冲为妻 前世冲娶妻之前 曾得一切 生女 前世 爱若掌上明珠 王氏嫁过去后 便做了现成的娘 前些日子 长辈为留下子女 便过世 前世冲身体不便 又唯恐死后 族人基于她的财产 所以啊 将家中田屋变卖 将女儿 送到我家里 贺大娘子 笑得一脸其疯 这样的情况 在富贵人家时 常能见到 就连当初 富其贤的贵妾 其事 也是这样的原因 投奔入常乐后府的 只是贺府 还要带前世出门 对她倒不是太差 她长得倒也貌美 我母亲倒有意 为她谋一门亲事 哎 贺大娘子叹了口气 前世冲送前世入金 怕就是为了 使她往后 能在魏国公府的 安排下出嫁 贺夫人 也好使她嫁给 有益于魏国公府的人 如此一来 也算是双赢局面 可惜啊 就是小富养的 见不得人 刚刚她那模样 你也看到了 如此胆小 谁肯看重啊 唐朝女孩 性情端庄大方 规矩虽要 却也不可太过木讷呆板 尤其是高门大户 嫁了进去 太过小家子气 也实在是惹人笑话 怎么称得起 当家太太的体面 像前世这样 嫁也只能嫁进 小门小户 如此一来 又对贺家无意了 可恨我大哥 对他却颇为 另眼相看 贺大娘子说到这儿 似是发现自己 说错了话 便连忙闭了嘴 傅明华却装作 没听到一半 端了杯子 饮了一口 为国功夫 放铁 约的人渐渐来了 苏氏上来 与傅明华 交换了个眼色 目光便转到了外头 贺元慎等人 上了一艘船 也要准备入场比试 今日 嘉安帝亲临功成之上 观赏赛事 除了官府有比赛之外 洛阳权贵子弟 也遇比赛 江边热闹非凡 见贺元慎等人的船落后 只在江边打转 众人笑成一团 贺二娘子笑完 突然开口 你们可知 皇上赐荣三娘 自由进宫行走了 说起荣三娘 才有人看了贺大娘子一眼 荣三娘惯来与贺府的小娘子们交好 大家都知道 她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今日这样的盛况 荣三娘却还未到 倒是有些不大正常 别看我 我请了她 只是她最近不知为何 尤其的忙碌 数次邀她 都说在宫中 兴许是 荣非娘娘身怀有孕 思念家中亲人 让她入宫陪伴了 众人一提起这事 便相互交换了个眼色 大家都不傻 荣非身怀有孕 不能侍寝 而家安帝至今为止 并未偏宠于谁 也为那新人入宫 这样的情况 可不普通啊 一旁苏氏低垂着头 嘴角弯出诡异的互动 听说 她话才出口 荣三娘阴寒的声音 便传进阁中 我就知道 几回没来 你们都会背地编排我 又说了我什么坏话 荣三娘话一说完 阁中众人 自然是脸色有些尴尬 不过很快 贺大娘子脸上 便露出笑容来 外头 荣三娘不知何时 上了楼梯 此时绕了过来 站在门外 冷冷地 盯着屋里众人看 哎呀 谁在说你啊 又有谁敢说你了 贺大娘子伸手要去挽她 荣三娘横了一声 忍了又忍 最终没有将她的手甩开 不过进屋来时 目光在众人身上望了一眼 落到傅明华身上时 目光便凝住 眼中露出怨恨之色来 屋里人都看得出来 傅明华与荣三娘 似是有过界 傅明华被她恨着 却是神色不变 荣三娘若是聪明人 哪怕恨她入骨 此时却不会跟她吵闹起来 而她若是傻乎乎的 夜来便要与她为难 傅明华 也不怕她 她稳当地坐着 端了茶杯 轻轻地抿了几口 隔中气氛 一时有些僵 伴上之后 荣三娘目光落到了苏氏身上 苏娘子听说了什么 不如说出来 我也听听 欢乐欢乐 苏氏被她点名 却也只是轻轻一笑 低垂下头 听说贵妃娘娘六月 要在宫中举办赏和宴 不知这是真是假 荣三娘心里总觉得 她是在说自己 可这会儿 却又拿她毫无办法 最终也只能横了一声 神色不快地 朝窗边椅子走去 那里坐着的一位小娘子 神色尴尬 站起了身来 荣三娘毫不客气地坐了下去 目光就往远处的河面上望了过去 她一眼就震出了 远处龙舟之上的贺元胜 心里不由得有些酸楚 若是她嫁了旁人 倒也有办法合离之后嫁她 可是 乌她身子的是当今的家安帝 皇上碰过的女人 怎么旁人很要得 她这一生 注定是与贺元胜无缘了 想到这里 荣三娘心里 不由又生出一股怨气 傅大娘子 今年十三了吧 可曾说了人家 我有一远房亲戚 如今正在荣府当差 长得那是一表人才 前几年忙着替荣府办事 耽误了时光 如今二十三四还未婚配 荣三娘坐在椅子前 这会儿有意给傅明华难堪 连贺元胜都顾不得看了 傅大娘子意下如何呀 阁中众人听了这话 顿时便低垂下头来 苏氏微笑着 等傅明华的回答 荣三娘看不顺眼 傅明华 总是有意要遭见她 可是 这位傅大娘子 可不是个省油的灯啊 当初 崔贵妃莫名其妙 召她见面 并让她帮忙 算计荣三娘事 苏氏就知道 傅明华 并不好惹 可笑荣三娘啊 至今为止 连被谁害了都不清楚 偏偏还逮着傅明华不放 周围人都不敢出声 傅明华却是笑了笑 荣三娘拿下人来羞辱她 要使她丢脸哭泣 可惜呀 她正愁找不着机会 荣三娘却自动送上门来 坐在傅明华另一侧的 魏敏珠 勾了勾嘴角 却不出声 看荣三娘挑事的 意下如何 傅明华挑了眉梢 脸上露出讥讽之色 我当荣妃娘娘举世无双 荣家家训必定很好 没想到 荣三娘子竟会说出 如此无知愚蠢的话 你 荣三娘脸色变了 嗖得一下子便站起身来 恶狠狠地盯着傅明华看 我说错了 大唐绿中世数不昏 荣三娘 你空长了那张脸 礼仪规矩 却不知学到哪儿去了 荣妃娘娘身上的好处 不见你半点学到 自己尚未出阁 便想着要为他人做媒 我以前倒是高看荣家了 没想到 荣家嫡出的娘子 也会干着下酒流的勾当 荣三娘被气得浑身哆嗦 阁中 贺大娘子等人 没想到 傅明华竟完全没有要忍气吞声的意思 洛阳的人如今 银银已经有风声传出 说是荣三娘乃家恩帝的情人 傅明华竟然敢得罪于她 此时说话毫不留情面 虽然明知是荣三娘有意挑衅 可此时傅明华一反击 众人便都慌了 你再说一次 荣三娘脸色铁青 指着傅明华立声就道 再说十回八回都是一般的 荣三娘子与其管别人的婚姻大事 不如想想你自己 若没记错 你可要比我大些 傅明华微笑着看她 荣三娘被记录 指着她吝声尖叫 跪下 傅明华不由笑出了声来 荣三娘让她跪下 已经是第二回了 她虽是家安帝的人 可无名无分的 此时她便摆出宠妃的架势了 傅明华别开了脸 贺大娘子看到这样的情景 连忙碗了荣三娘 哎呀 三娘消消气 今日 这是她下的帖子请的人来 若是真闹大了 她的脸上也不好看 荣三娘还愚怒未消 可没想到 众人都是劝和的 不由生出一种 大家都在帮着傅明华的感觉 她怒而甩嗅起身 你们都帮着她 她领了丫鬟朝门口走 出了门时脚步蹲了一顿 寒声就到 你们会后悔的 这可怎么办才好啊 贺大娘子追了出去 余下的人都有些发愁 荣三娘的性格 大家都清楚 此时 不免有些埋怨 傅明华沉不住气